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复以全自动动设计机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给机器要开机 第一步我们来找开机按钮 然后下边它分为两个步骤 一个红色按键和一个黑色按键 黑色按键是开机 红色按键就是关键 好 我们现在把机器开好 然后我们通过U盘 把设计好的花板 烤到这个操作箱里面 在机器的操作箱后边呢 有一个U盘口 我们把U盘插上去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操作箱的界面 来选择到U盘输入 把我们想要的花板来烤到这个操作箱里面 然后我选择 下一下 选择2 就一定 这里边的花板呢 就是我们U盘里面的 我们来找到我们想要的花板 看一下一样 羽绒掩饰推一针 是我想要的花板 那么我来选择它 然后选择OK 这样呢 花板就已经到了操作箱 再打退出 退出之后呢 我们通过花样选择 我们的1 然后我们来 再按选择 这个界面呢 就是操作箱里面的界面 我们来找到刚才我们输入进来的那个花板 然后再点确定 然后再确定 这样呢 它都是 呃 传换到界面过来 现在呢 我们的花板已经找好了 那么我们下边呢 就给模板来找定位点 现在呢 我们来给模板做定位点 现在呢 我们来移框 我们来移框 中间这个双肩腾呢 就是移框速度 现在这里显示就是一个肩腾速度比较慢 那么我再按一下 然后 速度就比较快 我们来定模板定位点 找到我们模板上的圆点和针板上的针孔 就对齐 然后这样感觉呢 快 我们可以把它降下来 好 模板定位点就定好了 然后在这个操作箱界面呢 还有一个定位点的一个工具 然后按7 然后点OK 这样模板就定好了 最后呢 我们就开始模仁 好 好 已经封好了 我们来把它拿下来 好 已经封好了 我们来把它拿下来 好 已经封好了 我们来把它拿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